哈囉大家好,我是主持人以薰,還是看電玩宅蘇沛 今天要介紹這款RPG遊戲,相信大家光看到標題一定就覺得很特別了吧 因為這款遊戲的背景,竟然是在日本文化殖民下的美國 相信這樣的內容,你應該很少在其他作品上看到吧 而今天就是要來看看,這款昭和米國物語究竟在玩什麼呢? 昭和米國物語,是一款以架空80年代日本文化殖民的美國微背景 主打濃烈B級片風格,呈現的全新角色扮演遊戲 玩家將扮演死而復生的少女,千草蝶子 在人為日本殖民地的末世災變美國 踏上一段追尋真相與復仇的冒險之旅 在遊戲中,玩家原本是一位前動作電影替身演員 本身就擁有極強的體能,能任意運用各種近戰及遠距離武器 玩家將用各種武器與戰鬥技巧來對抗形形色色的喪屍 與各種奇裝衣服的日本黑道 並設法在戰鬥過程中逐漸變強 本作是以Unreal Engine打造 在遊玩的過程中,玩家可以自由享受各種充滿一樣風情的建築與遊戲場景 不過話又說回來,大家會不會覺得這個泳池有點熟悉呢? 遊戲目前已經在Steam平台開啟頁面 有興趣的玩家現在就可以把它加入願望清單喔!